朋友们特斯拉连涨13天 盘后已经突破了260块钱的大冠 过去一个月涨幅已经超过50% 果然风起来是没有头 今天还有新闻称 斯特兰特斯也在重新评估特斯拉的充电规格 丰田的新电池科技突破有可能带来竞争 以及马斯克对苹果微软的一些抨击和言论 大家先赞后看好运不断 先说特斯拉 股价已经一记绝尘甩掉所有人几条大街了 恭喜这些不离不弃的老股东 在200提示有大资金入场 到现在已经上涨有30%了 特斯拉连续上涨13天 过去一个月累计上涨50%以上 同期纳斯达克只有10%的涨幅 这过去的13天应该是历史上表现最好的一段时间了 前几天特斯拉的充电规格被作为北美的充电标准 上周我们也讲了通用和福特都采用了新的连接器 用在特斯拉超充网络上 现在新的统一标准也是采用特斯拉 现在北美新的充电标准也是统一采用特斯拉的 整个行业都有着一统的趋势 假想一下苹果的充电口用的是Lining 如果有一天安卓说我们都换Lining的话 那是怎么样一番场景呢 特斯拉现在正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这将给特斯拉打造非常坚固的护城河 今天的新闻来自路透社 称Stelantis也在评估特斯拉的充电标准 他们现在用的是Free to Move Charge 也是说想给顾客尽可能提供好的充电体验 按照目前的形式呢 就是他们也会大概率加入特斯拉的充电网络 Stelantis是很多知名品牌的这个母公司 最大的就是菲亚特还有克莱斯特 其他呢还有吉普到齐公洋 还有一些欧洲比较多的品牌 比如说什么雪铁龙标志 马沙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等等 他们的电动车市场在欧美率占有率是非常高的 在2022年5月份就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今天呢这一份新闻标志着北美的几大车企 相继归一特斯拉充电标准之后 欧洲的巨头也纷纷效仿 我在此期间预测下一个宣布的就应该是德国大众了 这样美国欧洲的充电标准即将完全统一 特斯拉的前景呢是无可估量的 在地球的另一边呢这个亚洲的国度日本 今天呢也传来了电动车的这个新的技术革新 作为全世界老牌车企的领头羊 丰田在全世界都在拥抱电池充电车的时候呢 却大力开发着这个氢原料的电池 发展这个氢气站 属实呢过去几年拥有它这个非常独特的勇气啊 今天呢日本丰田宣布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特斯拉杀手 发布了他们新一代的电动汽车 可以续航达到600英里甚至1000英里 这是要放弃之前的氢气电池 还有氢气站的研究了吗 我感觉仿佛有点那个意思 并没有直说 据说2026年 丰田将推出全系列的纯电动汽车 新的阵容呢包括SUV轿车还有MPV 并且推出了以下几点的战略计划 大家听听啊熟不熟悉 第一个呢是升级制造降低成本 第二个呢是高超音速技术增强空气动力学性能 第三个呢是提高电池技术 包括固态电池 第四个呢是提高电动汽车产品吸引力的根本改变 这四点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挺熟悉啊 而且啊他们为了确保这个成本 丰田表示将通过使用特斯拉的铸造技术来生产 简单而鲜薄的车身结构 通过这些投资呢丰田计划量产的电动车成本可以降低50% 绕来绕去呢还是走上特斯拉的老路 丰田最终呢也是没能逃过这一节 这一系列计划包括这个电动的电动车的铸造技术 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不过呢丰田还是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固态电池的技术突破 计划新的续航呢可以达到900英里 15分钟据说可以充满321公里的电量 然而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他预计2027年28年才能实现商业化 想起马斯克说的一句名言吧 Prototype is easy production is hard 就是样车非常容易 你要是大规模生产那才是真的难 即使续航1000英里又如何呢 27年28年你才能出来 特斯拉早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了 丰田这么大的车企也需要四五年才能达到量产 让我想起那些新能源的企业啊 包括美国这边呢还有其他地方呢 我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特斯拉真的早竞争对手不是一两步 而是几百步 要我猜他们这个轻能源呢 呃估计也凉凉了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的看法 最后看看马斯克最新的推特吧 这个股价一涨起来 CEO也有点飘了啊 先是回复了一条推特 这个原推是这样的 苹果已经或准备下架一些转钱的APP 比如说Demons,Patreon,Vemo 甚至蔚来PayPal还有Stripe 凡是电子交易涉及到转账的 苹果都想收取这30%的苹果税 如果苹果可以征收这部分钱 那么他们未来也可以将来征 那么他们未来也可以征收电子银行 工资 还有任何他们想征收的东西 马斯克回复道 真的非常令人担心 还有叫推特 一个社交平台Demons 也是之前推特的CEO Jack Dorsey创立的这一个APP 将面临着从苹果商店移除 这个其实跟少年推特 讲的是差不多的事情 但是因为提到了 马斯克的好朋友Jack Dorsey 他在这里多回复了几句 他说 如果苹果向整个世界宣战 那么他将与全世界为敌 这不是一个好的赢的局面 之前呢 马斯克曾在苹果威胁推特 下架的时候呢 曾炮轰过苹果还有库克 两个人之后呢 在苹果的校园里呢 私密优惠 然后见面 好像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之后呢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如今呢 老马的好兄弟 这个Jack的社交平台 也出了危险 马斯克呢 再次有点引战的意思 不知道这一波战争 是否会再次燃起 广大的APP 是否会抱团与苹果为敌呢 我们拭目以待 在此啊 我是觉得马斯克 其实想用这个方式 能够呼吁一下 看看苹果能不能给点面子 但是啊 苹果是谁啊 他们啊 这个已经大而不倒了 大可敌国了 所以说结果 我觉得可能不会很乐观 除了苹果之外呢 马斯克呢 还点了这么一点 这个微软 一位推友发帖称啊 说微软2016年 就收购了领英 当时呢 付了2600亿现金 是微软历史上 最大一笔收购 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然而从那时起呢 领英的用户增加了100%以上 马斯克回复道 哎 他们需要一点点竞争 点点点 老马这一波推特上指简啊 是为了推特发展的下一步 还是指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特斯拉的股价 还能继续上涨吗 已经连涨13天了 13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数字 评论区 欢迎留下你的看法 看完再赞 要成完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